王阪伏少十七年,西行萬里寇法,歷經無數大小災難,見證西域苦過輕衰成敗。 他是偉大的旅行家,翻譯家,佛學家。他就是一代明州,袁藏。 幾十小說來過,袁藏西遊記。作者,《慈文中》有亮昊明播講。 作者,袁藏西遊記。 話說袁藏收拾行裝就準備回國。 拿爛陀子的真人勸他留下,還說支拿國不行。 太陽重視佛法,氣候又寒冷,土地又貧正。 別說佛不降身,連聖賢都不去,這樣說。 這番說話,當然也沒有什麼惡意。 但是袁藏畢竟是中國人,他之所以不被奸險,走來印度求法。 就是為了在中土弘揚佛法。 這時候,袁藏先強調佛法最重要的流通傳播, 然後又對祖國進行一番法治廢虎的讚美。 他說,衣冠濟濟,法道可尊。 軍聖神宗,父慈此孝,貴仁貴兒,尚此尚言。 家以色棟幽微,知與神悄,看天作真。 七耀無以忍其聞,撤棄分時,陸律不能盜其管。 故能驅逆飛走,感知鬼神,消息陰陽,離安萬物。 而且,自從佛教傳過去之後,更是陷中大乘,定水情靈,皆向訓服。 這麼美好的國度,又怎能夠清佛不住,誰可興災呢? 那些人想將原葬留在印度的人,仍然未肯放棄。 他們說,我們和你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裏面, 那為甚麼事,佛只是降生在我們印度,不降生在你們芝拿呢? 難道不是因為芝拿,是癲軟惡地嗎? 果樹既然沒有福氣,我們勸你便沒有回去。 原葬也不想再和那些人糾纏, 就直接引用了無夠清,也就是唯摩揭菩薩的一問一答, 來作為自己的回答。 他說,無夠清言,父日何故行尖步舟? 答若為之隨領,今所思歸,二終此矣。 嘩,你說原葬多麼有氣度? 我願他留下的人一看這樣, 我唯有使出最後一張王牌, 叫原葬一起到戒嚴法師那裡。 戒嚴法師當然要給那些憎人略性一籌。 他才不表明自己的態度, 而是問自己的得以弟之原葬。 他問,你自己又決定成怎樣? 原葬不恭不敬地回答自己的恩師。 此國是佛心處,非不愛浪, 但原葬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生。 至到以來,蒙師為說儒家師地論, 缺諸而莽,禮見成績。 提問諸報神心之子,思心惟慶,誠不虛行。 願以所聞歸還翻譯, 使有緣之徒同德文見, 容報詩恩,又是不下屏住。 意思就是說,沒錯, 這處是佛降生的地方, 我又怎會不喜愛呢? 但是,原葬我來恩道的目的就是 求得大法,利益眾生。 到了之後,蒙恩師為我講授儒家師地論, 解決我心中的疑難。 我有禮拜佛職,親以聽到各個部派的深奧理論, 心裡頭都覺得很寬慰,覺得不虛此行。 我想用我所學到的回國翻譯, 使得有緣的人都可以學習, 以此來報答詩恩, 所以我就急著想趕回去了。 戴賢法師是個真正理解原葬的人, 而且他亦都是真正理解原葬事命的人。 於是,就很歡喜地對自己這位中土高足話。 這個是菩薩的意思, 我內心亦都很希望你是這樣。 所以,戒賢最後拍板, 吩咐那些牙爛陀子的人, 任為莊聰,誅人不須苦留。 照這樣看來, 原葬這次難道真的逃得醒嗎? 還是沒有? 所以說, 原葬這次回國的路途真是一波三戰。 正在原葬握緊時間整理行裝, 戒賢法師又完全支持他回國這個關頭, 發生了一件事。 什麼事? 什麼事? 扣摩羅王派出的使者已經趕到拿爛陀子, 明確希望戒賢法師將唐僧送去他那裡。 那個露營外道幫原葬算的命就真的應驗了。 這個時候戒賢法師一看, 死火, 好為難啊! 為什麼難呢? 那一方面, 他非常珍切地知道自己心愛的徒弟真是歸心使戰。 而原葬如果不走的話, 他也應該首先扔加日王的命令。 為恩加日王是印度排名第一的國王, 他比溝摩羅王的權勢要大。 另一方面, 加日王有約在先, 如果就這樣被溝摩羅王摺不去, 原葬就既不能夠啟情回國, 又不可以對付波野谷多。 遇到這樣的情況, 怎麼辦好呢? 作為拿爛陀子最高負責人, 戒賢法師真是一籌莫展。 所以我們說, 那個順勢外道本來是出於好意的, 但沒有想到帶來這麼大的麻煩。 戒賢法師武符, 猶如再三, 唯有用資拿爭義玉環光, 不及得父皇命來躺濕。 他考慮來考慮去, 還想到這樣的藉口, 远轉地拒絕了溝摩羅王的好意。 而原葬的行李實在太多了, 他並未能夠利用這小小時間, 立即離開拿爛陀子。 他還在那裡整理行裝。 就在這個關頭, 溝摩羅王的士臣第二次來, 而這次溝摩羅王說的話, 實在也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他說, 師眾欲貴, 暫過弟子, 虛亦非難, 必願誰顧, 密服之位。 意思就是說, 就算原葬決定要回國, 也先來我這處肯走, 回國也沒有什麼難處, 我可以派人送他。 所以, 一定希望中土高僧, 能夠光臨我這個地方, 不要再拖延了。 這裏最後密服之為四個字, 已經明顯軟中大硬了。 但是戒然法師, 實在有自己的難處, 他肯定得罪不起戒日王, 所以他就用了一個辦法, 拖了。 就這樣拖著, 既不將原葬送過去, 也不明確給達福溝摩羅王。 溝摩羅王, 不僅是國王, 你說有幾多個國王就很脾氣了。 更何況, 溝摩羅王的確是禮素周到, 態度謙卑欣勤, 而且戒然法師應付的辦法, 實在顯得蒼白無力, 結果可想而知。 這次溝摩羅王就發怒了, 覺得戒然法師實在當他無禮, 他不僅還是印度排名第二的大王。 所以他又一次派人送信, 而今次這封信, 已經殺氣騰騰, 完全不像以前那樣客氣了。 封信是這樣的, 弟子凡夫, 襲染細岸, 於佛法中未知迴向。 今民外國爭鳴, 身心歡喜, 此開度牙之分, 師伏不許其來, 此乃欲令眾生長輪永夜, 豈是大德笑容違法, 吸引物哉? 不勝渴養, 謹顯仲知, 若也不來, 弟子則分是惡人, 近者設想家王, 又能壞法毀蒲堤樹, 思為弟子無此力爺? 必當整理將軍, 魂碎於彼, 達那爛陀子, 此碎如臣, 此言如人, 思好思汗。 伊斯姐說, 我的確是個凡夫俗子, 你, 沾染了世間各種貪圖安逸享樂的毛病, 我本來就不懂得佛法, 今天我聽過一個外國爭人的名字, 深深歡喜, 就很被讚放出信佛樂道的花朵, 我好像有少少覺得自己要信佛了, 而大師你就一而再, 再而三, 不讓這個外國爭人來我這裏, 根本就是想叫眾生長久地沉淪在漫漫的黑夜裏, 難道是都爭大德, 繼承佛法, 弘揚佛法, 拯救超拔眾生的道理嗎? 如果說這些質問還在講道理的話, 下面這段說話就毫不客氣了, 他說, 我是不聲渴望養母之情, 所以才專門派人來邀請, 如果還是未見人來的話, 弟子我分明就是惡人, 大概你都因爲我是惡人, 所以才不派人來, 以前有這麼多國王可以破壞佛法, 摧毀菩提樹, 大師你以爲弟子沒有這樣的力量嗎? 我一定召集率領大軍, 浩浩蕩蕩開過來, 將拿爛陀子踏為粉末, 我說的這番說話就好像 太陽在天上這樣, 大師你不妨試一下吧! 這件事搞到這樣的地步, 大家恐怕也沒有想到, 如果處理不當, 也就是如果不把原葬送去的話, 拿爛陀子便要面臨滅頂之災, 原葬的不祥之夢也會提前變為現實。 無奈之前, 原葬曾經離開拿爛陀子到印度各地遊歷, 當他決定回國的時候, 夢見拿爛陀子變成了一片廢墟, 現在寇摩羅王對拿爛陀子發出威脅, 原葬當然應該去見寇摩羅王, 但是戒賢法師又擔心, 如果假日王妮要原葬, 那又應該怎樣交代呢? 但是再拖下去, 寇摩羅王真是搭平拿爛陀子又怎麼辦呢? 戒賢和原葬兩位法師真是左右為難。 戒賢和原葬兩位法師真是搭平拿爛陀子, 如果這樣的話, 就純粹把原葬送過去, 這樣便可以了。 但是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你到現在才把原葬送去, 你還指望, 人家好像一開始那樣被優待原葬, 被這麼大的麵拿爛陀子, 所以敬酒不喝, 等著你的往往就是佛酒, 而不會是另外一杯敬酒的。 再說, 那場和波野谷歌的辯論又怎麼辦呢? 這場辯論是關系到大乘佛教的聲望, 關系到拿爛陀子的聲望。 到時候, 更加強大的佳日王走來要人又怎麼辦呢? 要了, 溝摩羅王不給又怎麼辦呢? 一個個天大的難題, 好像一座座大山一樣, 重一重壓在戒賢法師和原葬的心頭, 現在原葬當然走不掉, 如果這個時候走, 就等於說潛逃了。 原葬當時西行求法是潛逃出境, 偷渡出關, 現在回國還要潛逃, 恐怕不太妥, 在這個關鍵時刻, 當然還是戒賢法師家主義。 當時戒賢法師就在原葬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說話, 他說, 被王者善心掃薄, 境內佛法不甚流行, 知問人命, 此發心意, 人或是其宿西善有, 努力為去, 出家以利物為本, 甘正其事。 譬如佛書, 彈斷其根, 知條字典, 道彼令王發心, 則百姓重化, 苦為不負, 或有魔士, 而麥丹小路。 意思就是說, 那個溝摩羅王善心本來的好名弱, 自從打聽到你的名字之後, 好像是起了少許善心。 你和他可能是前世的好朋友, 他覺得你們兩個大概前世有緣, 所以你就努力去做吧。 何況出家人的本分, 就是去做有意有利的事。 現在可能正好到了這個機緣, 就好被斬樹, 你將他的樹根斬斷, 那枝葉裏就死了。 所以, 你到果樹, 一定要想辦法, 要溝摩羅王發前心, 那些百姓自然而然就會跟從溝摩羅王信仰佛教。 如果抗命不去的話, 恐怕會有禍事, 你還是不慈勞虎走一趟。 上面提到, 什麼斬樹根呀, 枝葉死人的意思呢? 這句話用了印度的一種比喻方法, 意思就是說, 你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將溝摩羅王不信佛法這個心改變, 其他人也會改變。 我們前面看到過, 溝摩羅王與佛教的關係, 與戒日王與佛教的關係不一樣。 在他的統治之下, 佛教本來就不算是流行的。 戒然法師就希望自己這個馬上要回國的弟子, 再辛苦一趟。 等於幾位拿爛陀子解決一次偏大的難題, 同時還可以贏得印度排名第二的溝摩羅王, 和更多的百姓來信奉大成佛教。 這樣一來, 原狀當然就沒有辦法馬上回國。 唯有奉命行事, 總不能說一定要走, 而知拿爛陀子安危於不顧。 於是, 為了拿爛陀子免遭淘, 原狀就只好再次按來歸心此戰的心情, 跟著的使者去見溝摩羅王。 溝摩羅王見到原狀來, 早也沒有辦法計較, 而且還非常開心地宿領大臣, 走來歡迎禮拜。 之後就將原狀請入宮, 每日鮮花、音樂、供養等, 就這樣足足搞了原狀一個多月。 關於溝摩羅王和原狀這次回聯的史料, 大唐西力記裡面記載得比較詳細, 而且他們的對話也保留下來, 當然也是非常珍貴的記載。 那大唐西力記載得這次回憶日怎樣呢? 他們兩個到底經歷了什麼問題呢? 先來看看他們開始時候的對話。 溝摩羅王說, 我雖然不學無才, 但平時仰慕有大學問的人, 所以聽到你的大名, 我就大膽走來賢請你了。 原狀回答說, 我哪有什麼才能呢? 智慧也很微小, 我的名字傳入你的耳朵, 真是碰觸了你的耳朵。 這些都是很謙卑的客氣話。 剛剛開始, 溝摩羅王說了很恰當的說話, 什麼先前那些灑無賴呀, 發爛炸、威脅呀, 這裏當然也不提了。 而原狀呢, 對溝摩羅王先前的做法, 也都裝作不知道, 而且還裝成是, 你一叫我來, 我就心甘情願地來, 講攝衛都很謙虛。 而接下來的對話, 就非常有趣。 因為溝摩羅王的一番說話告訴我們, 當時的中國, 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遙遠的印度最出名? 而當時的印度統治者, 又是通過什麼渠道, 通過什麼東西, 來感受了解遙遠的唐朝呢? 溝摩羅王接著就對原狀說, 看來, 你這樣無法好學, 不顧自己的安危, 經歷了那麼多艱難的困苦, 來以國求法, 可見大師你的故鄉是非常崇尚學習的。 現在印度諸國好幾個地方, 都在演奏摩科之那國的秦皇破鎮案。 我聽了很久, 那個摩科之那國, 是不是就是師父你的故鄉呢? 各位, 秦皇破鎮案是當時唐朝的大型宮廷音樂, 當時在印度傳播得非常之廣。 在這個時候, 唐朝已經建立了二十幾年, 正是國家昌盛, 威名遠播的時候。 原來印度的國王, 是通過一個遙遠的大唐傳過來的音樂, 來感受、 認同和讚美這個國家。 原葬離開祖國西行求法, 是在貞官元年, 即是公元六、二、七年。 大概因為當時原葬, 畢竟都不是什麼高官, 只不過是一個優秀的僧人。 所以他在國內的地位, 還遠遠沒有在他回國之後那麼崇高。 所以他應該也不會親眼看到宮廷裏面, 表演秦皇破鎮河。 頂龍都是聽說過的。 所以, 《溝摩羅王》這句文話, 大概就令原葬很吃驚。 什麼外國國王問這麼具體的問題呢? 當然, 這裡肯定也激發了原葬對自己祖國的自由感。 他也正是非常自由地回答了《溝摩羅王》。 他說, 沒錯, 這首樂曲的故鄉就是我的祖國。 這首樂曲正是讚美我的君主, 讚美他偉大的道德和公訓。 《溝摩羅王》聽了之後, 就大為讚嘆了。 哈! 沒想到大德你正是這個國家的人。 我就時常仰慕大唐的風采。 向東瞭望已經很久了。 只不過因為山川左隔, 我才沒有辦法去。 照這樣看來, 這個《溝摩羅王》真是外國音樂迷。 雖然《溝摩羅王》經常東亡, 但他當然也不能像原葬一樣拋開所有東西, 東行去大唐觀光。 而原葬的回答, 真是顯示出他出色的外交才能。 他不卑不抗地說, 我大唐的君主, 他的道德公訓傳播得很遠。 遠方各國都來朝拜, 清晰的國家多到無數。 其實這句說話裡面很複雜。 大家可以回頭想想, 原葬離開那時才是貞觀元年, 而且他是偷走。 以他的地位, 沒有可能知道那麼多東西。 更何況, 當時唐太宗剛剛當皇帝。 但原葬的這種應對, 放在當時的一個外交場合來看, 確確實實非常精彩。 聽了原葬的這些說話之後, 扣摩羅王當時就表達了 希望可以前到朝貢的心願。 而從後來中國正史的記載來看, 扣摩羅王的確達成了這個心願。 而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 留下了光輝奪目的一眼。 而這裡裡面, 原葬就應該記頭功了。 扣摩羅王仰慕原葬的學生, 每日與原葬攀談, 竟然毫無放原葬回歸之熱。 而這個時候, 戒然法師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 戒日王精戰歸來, 當他聽說原葬到摩羅王那裡, 作為當時印度勢力最大的戒日王, 會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呢? 。 幾十小說連播, 原葬西遊記。 監製孫雲美, 編輯合成梁浩明。 由風雲962新聞資訊廣播, 策謊出版。 啊! 由風雲出版, 新動物大致和風雲雲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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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